在綠島必來的海水裡 何浩成一個公升遷入海中 自由潛水可能是他療癒自己的方式 而看何浩成露出的緊實好身材 就是大家療癒自己的方法 先側一按 這個地方其實它是有一個規矩 就在去年本刊解惑線報 何浩成跟交往四年的鬼鬼無影劫默默分手 雖然近來對外宣布自己單身 但根據本刊最近拍到的畫面 似乎不是那麼一回事 在本月初何浩成結束電影宣傳活動搭計程車回家 上樓前還在管理處另了一堆包裹 而就這麼巧合 同樣姓無名字也有個劫的女性無品劫 也出沒在這棟大樓 就在8號跟9號我們都看到無品劫出門跟回家的畫面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何浩成跟無品劫現在或許已經是處於同居狀態 真是可喜可賀 是說兩人的緣分最早可以回溯到2019年 4年前台劇《你有念大學嗎?》 何浩成是劇中男一 當時他正在於鬼鬼熱戀 而無品劫在劇中假喜真作 跟演對手戲的毛弟在一起 沒想到兩人兜兜轉轉了一整圈 跟各自分手後 竟把老朋友變整邊人 無品劫與何浩成兩個人目前疑似同居 原本不是運動咖的無品劫 7月夜去考了潛水證照 還說身邊只要有人陪著支持 就能獲得不一樣的動力 此時本刊懂了 那個動力就是想跟男生一起暢游大海吧